美国经济和劳工市场强韧 通胀也稳步回落 但没有为即将接幕的假期销售 旺季带来刺激的作用 而在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这些好景似乎是与他们无关 美国日前刚刚公布的零售销售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继续稳健 零售销售按月增长加快到0.4% 稍高过预期的0.3% 显示三季度经济增长将会得益于消费的加强 随着总统选举进入最后倒数 美国的经济状况对很多选民而言 是重要考量因素 有分析师指出 目前的经济状况是近代大选年时期最好的 楼价和股市畅旺 劳工市场任性强 工资持续增长带动消费 好像失业率虽然由半世纪低位回升 但近几十年的大选年 失业率没有像现在那么低过 通胀率也从40年高位 逐步回落到更加可以接受的水平 甚至低于上世纪80年代 但此前斯塔福大学的研究指出 消费者要心理上接受更高的物价 需要长达5年时间 所以在美国消费者眼中 生活成本危机还没有过去 早前公布的调查显示 接近九成受访消费者 对物价上升感到沮丧 特别是食物和饮料的价格 因此会考虑更多省钱的办法 例如转品牌和等待大减价时 才多买一些 所以很多机构 对今年感恩节到圣诞节的销售旺季 预测保守 全国零售商联合会 预前发布的预测估计 期间的销售金额 渴望打破最高纪录 但增长率只会有2.5%到3.5% 是疫情前以来最低 除了是因为今年销售季节日数 较去年少了几天之外 更大原因是消费者信心低迷 而更加精打细算 所以零售业拼用的人手 会少过去年 介于40万到50万之间 少过去年的50.9万人 其他机构预测的增长率 同样不高 在富时估计增长率只有2% 而万事达卡经济研究院的预测 也预计超过3%的增长 要仰赖企业提供 够吸引的折扣 以及零售商提早开始 降价促销活动 有供应链平台也指出 消费者为了节省运输费用 会选择更早购物 和选用运输较慢的途径 零售商需要为此做准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